今天我们的A型汽油房车要挑战上3700米海拔 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成功 现在已经是海拔接近3000米了 我这个鼻子还有我的耳朵都已经感觉到有些压力了 这个耳朵有点鼓鼓 但是对于我这个去过西藏的人来说呢 这点海拔简直是小case 但是对于我们房车来说 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往下开 但现在为止呢还是没有问题的 海拔应该接近3700米了 但还不到最高 看前面公路那块呢 还在往上爬 当路两堂都是济雪了 终于体现出来我们这是雪山了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公路呢 是全美国最长的百游公路 而且也同时是全美国最高海拔的公路 当然这个跟西藏比肯定是小case 不过我们能来到这已经非常不错了 尤其是开A型房车 还是A型汽油房车来到这么高的海拔 这个是一个游客接待中心 我们要在这暂歇一下 下车了 然后呢那边就是雪山 看到了吗 特别漂亮 这块海拔挺高的 而且风特别大 虽然不是特别冷 就穿一个里边一个短袖 外边一个长袖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要上眼前的这个山坡上 看一看 眺望一下风景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12000尺的高度 然后呢 看到了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景色 就是在远处那边呢 有两起山火 这边其实是停大车的房车位 然后没有一辆大车 只有我们这一辆 刚刚在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一辆大车 那也不是A型的 其实A型的上面很少 我们真的很荣幸 这个发电机在高原的地方啊 开不开 我们现在需要启动一个高原档 你们看 等于说这个灯没有亮的就是点不着的 现在我们要启动那个高原档发电机 调一下高原档 在去外边去弄是吗 我都不知道这个高原档是怎么弄 调高原模式了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调高原模式 这也是上次去营地 也是海拔偏高 然后那个人告诉我们的 我们原来也不知道 居然有高原模式 太高级了 好 这时候咱们差点机子位置 所以它最高好像也就到五千米 我们给它踩到最高看看 踩到五千米 看看能不能顶着 为什么能श着 五千米 怎么不坚持 五千米 加油哥们 反正在飞食 10月最多在这儿不坚持 那咱们现在也应该超过了 可以 加油 行行 挑战失败 发电机在这么高的地方是开不开的 如果有逆变器就可以用这个咖啡机 那你刚才逆变器没打着啊 因为我们这逆变器就是比较小的 是300多瓦的逆变器 如果有个大一点的逆变器 比如说几百瓦或者一辆千瓦的 逆变器就可以用了 哦 那就可以了 锦内头的山上应该就是3700米高度了 我现在宣布我们的A型汽油房车挑战 3730米的海河高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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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